拎着随身物品移送地检署 66岁的图形问奖 坐完笔录终于清醒 被一公共危险罪送办 身为职业驾驶 但他前一晚这样开车 直见问奖当时缴完费要离开 坐上计程车不是往出口开 而是巴谷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 连楼上住户都探头出来看 因为在这之前 他已经撞坏停车场入口设备 和停在里面的四辆车 问奖自己的车也受损严重 他前一晚在台北市万华和朋友喝酒 喝完后搭同事的小黄 回到新北市卢州移出停车场 由于住家就在附近 他心存侥幸 想把自己的计程车开回家 怎知在里面挽起碰碰车 警方到场时 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无辜受害的车主们 深夜收到通知赶快赶到现场 如果是真的车子严重的话 还要一些诉讼很麻烦 照理说一个职业驾驶人 他不应该在喝了酒之后 还开车这样子 是非常危险的 会担心就是因为 一般出车祸驾驶如果有保任意险 一旦发生财损或是伤亡 保险公司会赔 强制险则是保障驾驶以外的人 但这些保障在停车场内 统统不适用 通常在一般道路发生 车祸事故的时候 警方会给你一张 当事人登记连单 保险公司会依据这张单子 做出理赔 但由于停车场这边 是属于私人土地 因此发生车祸事故的话 警方并不会恋爱 也就是保险公司不会理赔 没有保险公司帮忙 这下受害车主们求偿 问奖恐怕得多跑几趟车 才够赔